花蓮幼师青年服务协会和旧国团吉安团委会 星期六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共同举办了 义工有爱长岸台湾的爱心捐血活动 这是捐血车第一次开底了吉安的浩克艺术村 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来吉安一起捐血贡献爱心 花蓮幼师青年服务协会和旧国团吉安团委会 星期六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共同举办 义工有爱长岸台湾爱心捐血活动 这是捐血车第一次开底吉安浩克艺术村 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来吉安一起奉献爱心 义工有爱在斋后因为捐血木血最缺乏的时候 谢谢旧国团吉安乡团委会来到了浩克艺术村 带来的是满满吉安的爱与关怀 希望我们借由捐一袋血就一个人的理念 一起来关怀需要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救助 那尤其在在后大家紧张的心情 还有呢就在我们捐血中心旁边的统帅大楼受到了灾害 因此今天特别遗失到吉安浩克艺术村来 配合社区的活动配合后备的健所 一起让我们热血能够来舒缓灾后的一个心情 也让我们的爱可以让我们借由血液的传送 来分享到所有社会一起募集关怀 花莲捐血中心表示目前各类血型都不达安全存量 最近呢因为这样子天气不稳定 然后又地震不断 那大家出门捐血的那个比率较少 但是因为用血量并没有减少 那截到今天为止 只剩下五天的安全库存血量 那其中以A型跟O型最缺 现在不到四天了 那再麻烦就是说我们恳请我们的相亲朋友 能够踊跃可以到各个捐血点来捐血 由于花莲地区有很多地震灾害区域 导致捐血车必须移地执行任务 也请爱心捐血人关注捐血车的时间地点 欢迎大家踊跃晚秀捐书 借旅会吉安相报导 多谢观看